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大家要准备准备 要好好上班了 是 说起来似乎有点伤感 但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那么大家都在休息 看看我们的中国舆论场 了解一下天下大事吧 好 我们首先来看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8号是寒露节气 在实力派冷空气影响下 中国大部地区的天气也以寒为主 8号到11号 冷空气主体南下 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 都将出现降温降水天气 返程高峰及劫后上班交通 都将受到影响 今年11黄金周 双节喜相逢 打造出长达8天的超级假日 据国家旅游局预计 8天长假国内旅游人数 将达到7.1亿人次 同比增长10% 国内旅游收入5900亿元 增长12.2% 7号英国伦敦警方发布消息称 伦敦南肯新顿区展览路 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 造成11名行人受伤 伦敦警方已逮捕一名嫌疑人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 7号结束对泰国的友好访问 至此编队圆满完成对亚非欧三大洲 20个国家的远航访问任务 当天中国驻泰国国防武官 泰国海军舰队官兵代表 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等 200多人在码头为编队送行 伊朗总统鲁哈尼7号表示 伊朗从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 获得的益处不可逆 谁都不能推翻协议成果 鲁哈尼称 在与伊核问题有关各方谈判过程中 伊朗向世界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应对战争 更有能力维护和平 美媒称 在中美洲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导致至少30人死亡的一级飓风纳特 已经于当地时间7号晚 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河口登陆 此前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 和亚拉巴马州政府 及佛罗里达州29个县 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国庆假期 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 和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 共同进行的时兵对抗演练 在运南山区上演 红兰双方的激烈对抗 从夜间一直持续到白天 多种危局险局考验着参演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据美媒报道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多日后 警方针对公众提供的1000多条线索展开调查 但至今仍对枪手的作案动机缺乏头绪 调查还发现枪手曾向附近的一个飞机燃料库开枪 意图造成更大的灾难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7号表示 此前一天俄空天军在叙利亚消灭了大约120名来自塔吉克斯坦 伊拉克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以及一支由60多人组成的外国雇佣军队伍 近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决定批准对日本出售总价约1.13亿美元的中程空对空导弹 并且已就此通知国会 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出售56枚AIM-120C7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总价约1.13亿美元 本期的终于微视角板块 我们继续抵立分尽的五年 我来点赞的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王思思一起走进全球首条环岛高铁 就是海南环岛高铁 全球首条环岛高铁就在中国的海南岛 没错 现在游客去海南可以乘坐高铁来进行环岛游了 这条环岛高铁全长是653公里 它建设过程当中克服了高温高湿 还有强腐蚀环境的一些艰苦的条件 所以这条高铁的建成 对很多热带海洋性气候条件下 包括东南亚一带建设高铁是提供了一个范本 而且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也是有强大的助力 所以今后可以乘坐高铁欣赏海南的美景 那本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海南环铁的建设者和工作者 一起分享他们背后的故事 现在我们是今天的一条报道 即将开启往海南岛地周的行程 作为全球第一条话 岛高铁全长653公里 往海南岛地周只需要三个小时 现在我们就来一期训练 海南的环岛高铁从设计建造到运营方面 都体现了中国高铁的先进技术和高超工艺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听铁路建设者们和运营者们的心声吧 今天再次来到海南 坐上自己修建的海南环岛高铁 能够参与大国工程的建设 心里有种的高兴和自豪 很荣幸成为了海南环岛高速铁路的设计工作 攻扣了乐带沿海特有的高温高湿高盐高烈度 全台风全建雨全腐蚀的工程技术难题 我是海南西环铁路六标的总经理工程师 在建设当中 建设者们把一些困难变成不是困难 保证了暗期通车 非常有幸参与海南环岛高铁 三亚站 凤凰机场站等13个车站的建设 在我身后 就是我们曾经参与的凤凰机场站 它的对面100米 就是三亚机场 凤凰机场站的建成 实现了高铁站和机场的无缝衔接 我是海口公站的中控员 主要负责旅客运输组织的协调和指挥 确保旅客的运输安全 我是海口公站行车值班员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动车的运行 与调动 十一期间我在它 为旅客的出行安全保驾护好 一天真心的旅员 我为中国列赛 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的确刚才有句话说的很感动 十一期间我在港 为乘客的出行默默奉献 其实除了列车的运行员之外 我们在出去游玩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人的确在十一假期 仍然兢兢业业地坚守着岗位 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还有一批人 他们甚至在异国他乡挥洒着汗水 我们再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 我叫刘宝庆 中铁石器局称于于谦 下面总部的事 项目年底要开通 10月10号要联想联事 国庆期间我们不休息 在我身后的就是 纳维比亚最大的港口京湾港 现场依然有中方人员 300多人 以及同等数量的外地员工 奋斗在施工现场 我是孙一波 我们在这里建设 美丽的沙特海滨公园 我们在这里努力拼搏 祝福国内新人 幸福美满 祝福北大祖国 兴旺发达 谢谢他们 其实这个假期还有很多暖心的故事 比如说接下来 我们从大屏幕上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在今年国庆节的当晚 这是在上海浦东的 上海的虹桥机场 我们看到这个虹桥机场 是当天有两架东航的A330客机 接了381名同胞 从这个受到飓风 加勒比飓风影响的这个地区 回到了祖国 历时40个小时 飞越19个国家 而且是往返近7万里 很多的这个同胞 在回到祖国以后 都为祖国感到自豪 确实我们看到 身为中国人 感觉到非常的自信 因为祖国能够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把你接回家 就像很多同胞呢 在现场所表达的那样 这些受灾的同胞呢 都顺利地回到了祖国 也度过了一个安心的节日 祝福他们 其实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呢 还有很多的人 虽然他们身在祖国 但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他们却坚守岗位 舍小家为大家 他们是谁呢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所议论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驻守祖国北疆的 北蒙古边防总队 和尔古纳边减战官兵 祝祖国经济更繁荣 人民更幸福 国力更强盛 建立 我们是山东青岛边防支队官兵 我们在焦州关海域 维护沿海一线安全委定 祝日 美大祖国繁荣超上 建立 我们是广西公安边防总队 北海市边防支队 电舰边防派出所 我们在桥港镇 电舰渝港执行巡逻 祝祖国繁荣穿胜 国态平安 我们是新疆国安边防总队 激动支队官兵 我们将始终牢记 直到市民 勇于风险担当 克尽职守 保家为国 敬 谢谢这些最可爱的人 正是因为有你们 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才能够得以安宁 那么呢 还有一群特殊的边防战士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为伟大的祖国点赞 我们再通过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我叫朱镜头 作为一名战斗拳手员 想要有强壮的体魄 以及完强的预制力 强烈的方向感 以及应变能力 五 六 七 八 我叫赤小龙 是基督商军队救生员 作为一名救生员 一旦聚会专业的救生知识 和思考经验 遇到突发事件时 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迅速而正确的救护动作 我叫孟静 我是一名两系团队队员 我的职责是 两系作战抢探登陆 我叫红容 新名摩洛顶炸指员 我的职责是 掌握产顶炸指数 和异常维护 确保每次安全出航 为救援研究部 三分多秒 我叫刘中华 是装备管理员 我的职责是 装备的管理有为修 到处装备数量一口筋 装够固扎不修 直接把装备 各种技能的完好 好 非常感谢我们这一群海中蛟龙 也应该为他们点个赞 有力量 为他们点个赞 那我们这时候发出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红包了吧 好 快速开启我们第一个红包 那第一个红包呢 是口令红包 我们请曹卫东先生 给我们发出红包口令 谢谢的呢 口令是五个字 祝福我的国 祝福我的国 好 曹老师的声音很红亮 祝你好运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今天的榜单 第七条 练兵没有节假日 战备只有进行时 确实我们在这个国庆 中秋双节的这个假期 大家都在忙着旅游 度假 但是我们的军人 他们却没有节假日 他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检查好 起飞 即北海舰队航空兵谋旅 在黄海某海空域 开展预设多种突发情况的训练 战机到达目标空域后 在预警机的指挥引导下 对可依目标进行查证 几分钟后 两架尖机轰炸机已进侦察 并将信息反馈空中指挥所 战备警报响起 第74集团军某陆航旅 不到十分钟就做好出动准备 由侦察 武装 指挥 运输等多型直升机组成的 混合编队 踢次起飞 面对通信干扰 雷达侦察 防空火力拦阻等低型 编队采取蛇行机动 超低空飞行等方式 灵活应对 在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各分队采取 乘车和徒步开进的方式 对辖区边境线展开全线巡逻 并对沿线多条非法通道 进行突击步控和检查 此外 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 泰州舰 奔赴东海某海域 执行战备巡逻任务 确保舰艇随时能战 所以我们是期待 千日无战事 但是不可一日无战备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问吧 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后 纷纷评论说 这个假期中国军人确实很忙 我们先来选一条一个问题 一条草鱼问 为什么是战备巡逻 而不是日常巡逻呢 如果有外来侵扰等特殊的情况 那么海陆空军巡逻部队的 反应时间有多快 先为我们解释一下 这两个的区别 曹老师已经取牌了 您回答一下 所谓战备巡逻 是一种更高等级的 这种巡逻模式 因为我们知道 在节假日的时候 部队一般会加强战备 也就是它无论是巡逻 还是这种作为战备的职守 都会升高一个等级 那么它的这种所谓的 就是新的模式 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级别 它主要体现在部队的 就是准备战斗的 这个时间速度上 因为陆海空三军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做好战斗准备 我们就用这种最快的 就是飞行员要做好的准备 它一般分三个级别 无论是你陆航的 还是海军航空兵 还是空军航空兵 一级战备的时候 飞行员要坐在驾驶舱里 所以在几分钟之内 它就马上可以从 滑跑的这个跑道上 就可以升空了 所以刚才我们小片里也讲了 陆航它在十分钟之内 它就升空了 就直升机就升空了 说明它也是在处于一种 一级战备的这种等级 那么二级战备 二级战备是飞机在这块停着 飞行员在旁边的 休息室里面待命 那么十分钟 就是一响警报 你马上就登机 然后爬上去 那么三级战备 通常是在营区 不出营区这个范围内 基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 跑到飞机旁能够升空 所以它是不同的部队 不同的这种作战平台 有不同的要求 总之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马上能够进入战斗 战备的或者作战的这种状况 响应时间也不同 来 我们看看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 好 请杜老师回答一下 电脑上的问题 我们嘉宾电脑上大评 对 就是第一个 杨阳阳他问的是 国庆节期间 东海舰队在东海海域 进行战备巡逻 那巡航区域在哪些范围呢 那以后东海 北海 南海三大舰队 会在钓鱼岛海域 进行联合巡航演练吗 咱们的网友 都是有战略家的思维啊 那这个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到大屏幕前吧 我们结合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 来详细地做一个解读 他说巡航区域在哪 我想99%的人 都能够以99%的正确概率 说明我们在什么地方进行巡航 首先呢看我们三大舰队 组成的一个编组 我对它概括叫小而全 由于现在我们东海舰队 看的是驱逐舰 护卫舰 再加上补给舰 而且驱货部加上空中 都有这种组合关系 我们目前显示的舰队 也是驱逐舰 护卫舰 补给舰 另外空中有舰10 有我们的这个空警500 另外我们现在的南海舰队 同样也是这个基本结构 就是说每个舰队的基本结构 大致相同 我们把海战的基本要素 在不同的演练过程中 都分别进行了这种表述 如果三个小而全 小而强在一起 我想就应该是大而全 大而强的概念 如果三个舰队 在这个海域进行联合演练 我从印象看呢 在这个海域应该是非常少 如果在节假日有这种联合演练 说明三大舰队联合 现在已经成了常态 之前我们听说 比如北海的联合 东海的联合 是其他海域联合 三个海域 三个舰队同时联合 这次应该是第一次 说明中国海军 在远洋联合作战能力方面 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三大舰队 同时进行这种联合作战 我想水下恐怕还有看到潜艇 水面有各种编队 空中会有各种直升机 预警机 加上舰机机 这个作战理论 包括作战的环境 就是标准的海战模式 我们还从这个演练过程中 达到了这样一个 所谓战备巡逻状态 你刚刚曹老师说了 战备巡逻 它不是说一日常巡逻 我们整个的战备巡逻 它是以混编对抗 当成一个基本常态 无论是我以什么状态巡逻 只要发现目标 只要发现敌情 马上就可以进行战斗 而且我们展现的各种编队形式 空中预警机 可以发现目标 然后可以进行远程打击 另外舰载武器装备 可以进行对目标的多重攻击 如果补给能力不够 现在马上就可以进行补加 所以常态化的作战能力 已经成了目前我们一个基本的模式 那么第三个点 看它常美不屑 就这个东西以后就是这样了 不是每次都跟平时不一样 今后要把所有的日常训练 全部变成这种战备巡逻状态 就是说今后的实战和训练 一定要划等号 如果能够划上等号 就证明我们在远海 近海 不同海域 以及水下水面空中 具备了同等的作战能力 我想这一次的训练成果 特别值得关注 王永还特别问到 今后会不会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 进行这样的联合的战备演练 如果我个人判断了 我想这种模式 在钓鱼岛周边展开的时间 越早越好 只有让自己强大能力在周边展开 才能够让对手认识到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 这种决心和能力 以前我们有各种模式 今后如果把更强的模式 在钓鱼岛周边 乃至其他海域 进行这种展开 说明我们现在 维护国家主权 尊严的能力 正在进一步上升 同时这种演练 也能够提供有新的训练方法 以前是各个编队的独立行动 现在是三个编队的统立行动 如果把这种常备不屑 在不同的海域展开 证明我们在远海 和远空地区的综合能力 正在快速上升 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周老师 请您回座 而且我们现在 各大舰队的能力 也在上升 就像大家图上看到的 还有辽宁舰的航母编队 今后肯定不止一个航母编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榜单 回到榜单来看一下 榜单的第四条 中国海军远航的访问编队 是刚刚离开泰国 其实在这个节日期间 我们的海军 也是非常的忙碌 不仅仅是榜单上 大家看到的访问编队 结束了对泰国的访问 另外我们第26批护航编队 停泊伦敦港 这个消息也是备受关注 而且在停泊期间 很多当地的华侨华人 都上舰参观 甚至有些老华侨 非常的激动 我们接下来也听一听 他们都说了什么 感觉非常的骄傲 尤其在国庆中秋这个时间段 我们身居海外 然后能够登上祖国的舰队 感觉非常自豪 我认为这条新闻 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这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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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舰论厂的相关的一些报道 确实这次访问 很多登舰的华侨 华人 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们联想起 当年的中国的历史 现在我们的海军 可以远航 到达这么远的地方 甚至停泊在伦敦港 甚至英国的媒体 在报道当中 也使用像金刹 难以置信等等 来形容中国海军的远航 其实今年以来 中国海军的远航 包括访问也创下了记录 我们接下来 也一起来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中国海军的风采 威而不霸 砥砺奋进 中国海军编队出访 掀起和平浪潮 近日 中国海军第26批 护航编队 抵达英国伦敦访问的消息 燃爆朋友圈 此外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 4号也抵达泰国 这是海军远航访问编队 出访的最后一战 至此 中国海军远航180天 访问20国 创下了访问国家最多 出访时间最长的历史记录 有评论认为 这展现出中国海军的全新面貌 说明中国正逐渐走向远洋 事实上 自2008年以来 中国海军已经连续不间断 派出25批护航编队 70多艘舌舰艇 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 圆满完成了 63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 成功解救救护和救助 预险船舶60余艘 访问了六大洲60多个国家 海军的远航出访 不仅增加了 与到访国之间的军事互信 更加强了外交及政治互信 对此 网友纷纷感慨 我为中国海军骄傲 我为中国骄傲 那中国海军的远航访问 这个话题下 其实很多舆论场的粉丝 也关注得非常高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上 大家都有哪些关注点 我们看到在这个话题之下 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的留言和提问了 比如说为中国海军点赞 目前置顶的这一条 这位网友叫一株植物 他说无论是访鹰的 黄岗舰 扬州舰 还是远航访问编队里的 长春舰 荆州舰 都是由中国自主建造设计的 这是否说明 中国海军舰艇的研制技术 趋向成熟 我看有英国媒体说 中国战舰上的巡航导弹 可以精准地命中50公里外的目标 这是真的吗 那这个问题 我们请哪位 请叶老师来回答一下 其实这一次的访问 英国很多网友都非常关注 但是应该说这次访问 主要是政治意义和这种 我们说吧 对历史的这种感觉 它比较引人注目 但就军舰而言 访问到伦敦的这两艘军舰 都是我们054A 054A在我们海军的 军舰系列当中 是一款很成熟的导弹护卫舰 已经谈不上 是我们海军的最高技术水平了 它应该是我们海军 正在建造和正在服役的 一个标准的 这个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档次 这个档次不高不低 但是要说到是护卫舰 我们要指出来 就是这款护卫舰的排水量 4000多吨 比我们当初的051的 这个驱逐舰还要大 我们网友问了 这个导弹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50海里 是50公里 这个说法 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但是这个说法比较有趣 因为054A上装备的 这个鹰姬83和这个长春舰 就是这个 我们的驱逐舰上装备的 这个鹰姬62 它的射程都远远不止50公里 实际上都是在100公里 200公里 300公里 这个距离而论的 那么尤其是鹰姬83 它其实在末端 也就是距离目标 二三十公里的时候 已经可以超音速飞行 加速来攻击目标了 所以我想 我们可能说 英国的媒体 如果真是这么报道的话 对人民海军 它还需要再了解一下 那么不能只看 健身有多漂亮 对海军的性能 我觉得媒体 可以再专业一点 好的 谢谢叶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看 大家有什么样的提问吧 网友的问题分支它来 相当的踊跃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选一条 能够被选中 这有点千里挑一的感觉 丁00问 我很好奇 咱们的海军远航访问编队 一般都采用哪种配置呢 未来航母可能加入远航访问编队吗 还是跟航母有关系 曹老师您怎么看 我们一般的海军远航编队 通常指的是水面舰艇编队 这样访问 一般的是指一个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 你看我们这次的 无论是护航编队访问 英国的 它是两艘护卫舰 一艘补给舰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长春舰 一个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 通常是这样一个编队 就一区一户 一补给 基本上是这样的 水面舰艇编队去进行远航的访问 那么如果将来 我们有了更多的航空母舰 那么显然航空母舰 参加我们的远海编队的这种访问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因为像有航母的国家 用航空母舰进行访问 这种并不先见 那么我们的航空母舰 这次在香港回归 20周年的时候 已经去了香港 实际上 如果我们再把它的航程 放远一些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航母的编队 去到更远的地方去访问 所以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定会可以看到 航空母舰这个编队 去到其他国家访问的这个日子 这是必然的 对 大家也可以期待 好 那接下来呢 等等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发出 今天的第二个红包了 好 快速进入第二个红包时间 仍然是口令红包 我们请叶海琳先生跟我们发出 好 我们还是五个字的一个口令红包 共缘中国梦 好的 今天的红包口令都是五个字 第二个红包口令是共缘中国梦 好 今天的终于最热屏幕来关注的是 美日军售 近日呢 美国国务院是发表了一份声明 决定对日本批准出售一批中程空对空导弹 而且美国还说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军事平衡 但是所有人都反问 这可能吗 那么这批导弹是一个什么类型 什么样型号导弹呢 我们来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下 日前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决定批准对日本出售56枚 总价超过1.13亿美元的中程空对空导弹 并已就此通知国会 据悉 A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 是美国研制的第一款主动雷达制导 四居外空对空导弹 是世界多国空军争相采购的武器 外媒报道说 该导弹既能配备在F-15 F-16等机型上 改装后也能用于F-35和F-22引擎战机 美方声称 此次军售意在满足日本 作为美国主要盟友和伙伴国的安全和防务需求 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 不仅如此 日本最近还在研究引进美军近来部署的 最新型雷达SPY-6 该雷达性能优于目前装备在宙斯顿舰上的雷达 有望大幅提高导弹识别能力和防空能力 并且此前还有日本政府官员透露 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战斧型空导弹 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关心的话题 最关心的还是导弹本身 我们来看一条 到底什么类型呢 陌生计问 美国卖给日本的空对空导弹 是一款怎样的导弹 性能怎么样 针对哪些目标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什么威胁 那他又想起从前说 日本不是让让要引进这款导弹很久了吗 美国之前不卖 为什么现在突然松口 一口气贴 时间地点 为什么 那请杜老师来回答一下 这问题提及不少 我理解这款导弹大概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叫主动弹 你像以前我们提到麻雀 包括很多的中矩弹 它对目标的射击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半主动弹 我要求目标 飞机要照射目标 就是在导弹发射过程中 你这个载机是不能跑的 如果你跑了以后 很有可能丢失目标 这样打不下来 但这枚导弹 把以前这种习惯 或者是缺陷全部弥补 它可以靠导引头 在最后的十公里范围内 主动导引目标 这样载机就变得很安全 而且可以通过一种模式 打击多个目标 所以这种模式 跟以前的半主动弹相比 有了重大的提升和发展 第二它是个中矩弹 你像以前我们知道的 什么响尾蛇 它是近距格斗弹 像这种导弹 包括C7型这种弹 它可以达到110公里 以外的射程 这样在远距离上 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攻击 如果是空中进攻 一般讲三线 第一先地发现 第二先地发射 第三先地毁伤 如果有三线 就意味着在空战中 打掉对方各种尖击机 这种能力就有了 比较大的提升 所以跟之前这种格斗弹 包括日本正在研制的 这些导弹相比 有比较大的进步和发展 那么第三 这种导弹 它是一个瘦身弹 你看它的外部尺寸 刚才我们看的图 看得很明确 它这个三角形的异面 它有一个切脚 切了以后就证明 它整个的弹的 外部尺寸在缩小 美国F2-2 包括F35 可以加挂在弹舱内部 这样的隐身能力 就有可能 有比较大的保留 日本如果引进了 这款导弹 肯定是跟F35 那个内部弹舱 形成结合关系 这样在隐身状况下 对周边国家 所有的四代机 五代机 都能够形成一定的优势 如果它装了这种弹 就证明F35 已经具备了这种 所谓的真实作战能力 最后如果像把AM-9X弹 这种进去格斗弹 在引进之后 就具备了短刀 常见的这种组合方式 美国现在出口这种导弹 我想两个意图 第一是 搅黄日本正在做的中矩弹 日本最近搞的叫AM-4 号称是跟欧洲流行导弹 那个差不多 如果它把这个弹搞出来 对美国的依赖 有可能会降低到极致 在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弹给你 然后日本那个弹 大概就会在 这种导弹的冲击下 变得这个日薄西山 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 形成大宫的内装 采购美国是一个选项 第二呢 很有可能是 美国已经有了 更加先进的地形弹 叫AIM-120D 现在给它是C型弹 如果有了更好的弹 就意味着 前面那个已经被淘汰的导弹 就可以向自己的盟友出手 我想美国在这个方面 大概也留了一手 总之这种导弹 对日本航空自卫 对空中作战能力 有重大作用 好的 谢谢多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 好的 我们来推一条问题 到曹老师的电脑上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 刚才杜老师已经回答了一部分 未来日本会将改进型 用在F-35上吗 杜老师说肯定会用 那日本的空战能力 会因此得到多大提升 听听曹老师的观点 好的 因为这个日本 为什么现在要引进这款导弹呢 就是在空战中 现在就是飞机被导弹 打下来的这个数量 已经占了一大半 而在这个被打下来的飞机 导弹打下来的飞机 大半里面呢 有50% 都是用这种中距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AIM-120 这样的导弹 就需要这样 达几十公里 上百公里的 这样的中距的拦截弹 打下来的 那么我们看 如果日本现在已经 引进了美国的F-35A型的 这种隐身的飞机 首先飞机是隐身的 它就有一个优势 就拉开了对手一旦 因为假设对手的飞机 不隐身 它就隐身 那么这有优势 如果它再加上 这种中距弹 那么它升空以后 在发现对方以后 而对方可能看不见它 它发射这种中距导弹 可以先敌发现 先敌攻击 也就是说发射导弹 而且这种导弹呢 就发射出去不管 你不用再去 给它照射对方的飞机了 它就会主动 按照惯性先大目标 追到近的时候 它自己打开自己的雷达 去攻击这个目标 所以它的命中率也很高 就是这个人员的这种自动化程度 超时机打击能力会大幅度的增加 作为空战来讲 你飞机的性能提高一倍 那你这个作战能力就是提高一倍 但是你导弹 就是武器的这个能力提高一倍 而你的作战能力是翻翻的 就不是一了 而是更高 所以日本引进了这款导弹之后 再加到隐身的F35飞机上 那么使它的空中的拦截能力 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好 那我们这方面应该还有很多的话题 我们再选一条吧 好 再选一条 还是跟导弹有关的 再来看关于巡航导弹的问题 大饼胡说 有消息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战斧巡航导弹 那美国会同意出售吗 一旦引进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不是还得找时机啊 宜亚老师来回来一下 想战斧这个事安倍已经想了很久了 那么一旦要是引进成功 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就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战斧不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 它是一种远距离的攻击武器 那么战斧的射程距离射程在2500公里左右 那么如果日本获得了这种武器 那么就意味着日本可以先发制人地 对自己的对手进行打击 那么比如说对朝鲜 那么以前日本说的是 大不了我们用F-15挂弹 去攻击朝鲜的地面目标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说法 因为日本没那么大胆子说 把自己的飞行员派过去 然后跟朝鲜的防空部队进行这种真刀真相的交手 但是如果有了战斧 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它完全可以在日本本土发射去打击朝鲜 那么如果将来日本在自己的驱逐舰 就是挨档上加高舰体 然后加大发射井的尺寸 把战斧装上去 那么以挨档的航程 再加上战斧的射击距离 那么日本的这种火力覆盖的范围 就会达到整个亚洲的东部 应该说那么这根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 就完全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这对日本来讲可能意味着整个国防政策 它就拥有了进攻能力 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个当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就非常之大了 非常感谢几位嘉宾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话题部分 大家也知道最近在北京展览馆 正在举行这个砥砺分禁的五年的大型展览 很多人都已经去观看了 在这个大型成就展的装备部分 确实充分地展现了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 技术优势和军事自信 当然最引人关注的就有这个国产发动机 这也是很多观众和网友非常关心的部分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经验亮相 即在北京举办的底力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上 多型武器装备模型稀疏亮相 其中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大功率玉龙涡轴9航空发动机 更是格外吸睛 据悉 该型国产发动机 主要装备在直实武装直升机上 有分析指出 玉龙涡轴9航空发动机的功率 获已达到1340马力 而改进型的功率 则已增至1600马力 同时还加强了高原性能 可以说 玉龙航空发动机 是中国武装直升机 腾飞的保障 无独有偶 今日网上再次爆出 一次安装国产太航涡扇时 改进型发动机的 歼20原型机照片 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纷纷猜测 换装中国新的歼20 或已成功是非 此前 中国国防部首次对外证实 歼20已列装部队 有外媒称 这意味着 中国已全面掌握 包括雷达 引擎机身 导弹 火控计算机 和发动机等引擎战机技术 看来这个国产心脏 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话题了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吧 发动机是武器装备 最重要的心脏部分 来看看对于国产心脏 大家的一些想法 辣小机问 请问专家 装配玉龙发动机 对于5-10的性能 提升哪些帮助呢 他还听说了 装配改进型的 玉龙发动机的5-10 能够称霸高原 是真的吗 他肯定是想起 之前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请杜老师回答一下 如果我们新的发动机 跟直时 以及其他直升机 形成结合关系 我是想至少有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要能高能低 你像以前我们各种直升机 它的飞行高度 不能够超过4000米 如果有了这款发动机 我们现在4000米以上的禁区 对直时来讲 绝对不是禁区 而且有了这款发动机之后 我们无论是 学校活动 战斗活动 包括很多的补给和保障行动 都会让我们现在直视成为高原霸主 那么这一点 对于弥补我们作战 能力短板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点变化非常大 第二它能远能近 因为我有了这种发动机 我们的可靠性 正在进一步上升 而且我们直升机的使用 不一定是在我们的境内 而且可能在其他地方使用 比如说在不同的海域 在不同的空域 如果展开 跟外居联合训练 它可以乘坐运输机 把它空运过去 而且不经检修 不经各种测试 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 这对于提高在海外的 各种训练能力 包括远距离的保障能力 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点 能海能路 你外观直视 光是在高原上用 今后上去舰 包括在两栖舰上 进行各种使用 以及在岛上使用 这有可能也是常态 美国人已经把很多的直升机 放在两栖供应舰实行 我们的直视 今后改进之后 为什么不能和国产的 两栖供应舰 形成这些关系 如果有了这种能力 我们无论是对海能力 包括对陆能力 以及对其他目标打击的 就会大幅度上升 如果跟现在的 海境路上的空降版本 形成结合关系 我们可以把现在的登陆作战 变成立体垂直登陆 这种作战能力 会有比较重大的 预生和发展 所以盼望这个玉龙发动机 尽早和我们的直视 形成结合关系 这样我们才能够 飞得更高 飞得更快 飞得更远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关注完玉龙 我们再来看 关于太航发动机的一个问题 追梦程子欣说 他看到媒体猜测 太航发动机只是过度 未来歼20还会配备 额媒发动机 这事专家怎么看 歼20的战斗性能 会得到多大提升 那我们请曹老师来回答一下 都从哪听说的 这个歼20战机 它最大的特点是隐身的战机 那么如果我们更换成 就是动力更强的 这种国产发动机以后 那么显然它的速度 就可以更快 因为四代机 它不但要求隐身 还要超音速巡航 虽然这就与 刚才讲的发动机 有关系了 就是它的发动机要功率大 你才能超音速的巡航 再有就是它的超机动性 你的这种功率大了之后 你的机动性 灵活性可能会更好一些 再有 就是我们的这位网友说了 将来还有俄媒 为什么要有俄媒呢 我当时在参观 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发动机制造商 罗罗公司的时候 我就问 你们现在使用的发动机 比其他国家的好在什么地方 他就说一个是零件少 我说我们也可以做零件少 他说不行 你的材料没有我的过关之后 你不可能像我这样 把这么多的材料 融合在一起做 所以我相信 我们未来的发动机 也会像罗罗公司 那样的发动机一样 就是它的零部件要减少 还有呢 就会降低它的故障率 增加它的可靠性 所以我们用新型的发动机 给歼20配上以后 就是隐身的战机 速度更快 机动性更强 可靠性更高 那显然我们的歼20 就成为世界上 最优秀的战机了 所以航空发动机 确实代表一个国家的 装备水平和科研实力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好 说完中国心之外 我们再来关注老话题 导弹 这个是我们传统 当中网友最关注的 英文不下语说 外媒评价 霹雳空空系列导弹 可以满足五代级的要求 是这样的 那未来歼31 会配备哪些导弹 会配备这个吗 好 谢谢一二师 这个系列导弹 应该说的 这个歼31装备的 应该是PD-12 因为这是我们 现在最高端的一种 就是我们的第四代 这个中程空空导弹 那么它的这个能力 跟美国的IM-120 应该说是旗鼓相当 最多最多 也就是略逊一筹吧 应该说这个水平 还是代表了 我们防空工业 特别是我们导弹工业的 一个尖端技术的 那么它跟IM-120一样 能够发射后不用管 那么能够超时距作战 能够攻击多个目标 而且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这都是 应该说是先进 中距导弹的一个标配了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 它能够装到 歼31的基辅内 那么避免说 歼31在一家上挂导弹 这样的话会影响到 隐身性能 因为歼31 我们看尺寸来说 是比F-351 应该说要更细一些 那么它的这个舱 基辅内的这个 弹舱内的挂弹量 是比较有限的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大概也就是四枚这个PT-12 但是老实说 对于一种制空战斗机来说 四枚导弹 应该已经能够解决问题了 好 那我们 其实我看到 关于这个成就展 这个装备展部分 显然是明显的一个亮点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很多观众和网友 基本上都在关注 这个装备展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再选一个问题吧 再选一个 那很多网友 对于装备最感兴趣的 就是坦克 这个问题也是集中的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回答师傅问 我对这次展览上 首次亮相的 轻型坦克特别感兴趣 那问嘉宾和咱们 已经服役的 重型坦克相比 在执行任务上 有哪些区别呢 轻型坦克的 研制技术难度 有多高呢 那我们这个问题 请杜老师吧 轻型坦克和重坦克呢 在展览上 马上可以看出区别 一个外部尺寸 肯定有差距 我们看到99坦克 跟现在的 轻型坦克相比 外部尺寸 战斗权重 包括主炮口径 都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是 轻型坦克能干什么 或者是今后 在我们的 未来作战环境中 它可以承担哪些 重型坦克 承担不了的任务 我感觉三个方面 它可以有自己 比较大的这种 使用的场地 第一是在南方的 收场掉天地 南方地形比较复杂 之前我们 627坦克 它长期落后 那么现在我们99坦克 如果按照 目前这种战斗权重 在南方这种地形 有可能桥梁 包括各种地形交易线 没有办法完全克服 我们这种坦克 它的这种自重 相对轻一点 另外它可以 采取其他方式 对这种复杂的地形 进行高速通过 所以在那个地方 它没有禁区 另外它是高原型 它可以大量使用 以前很多 这种高海拔的地区 海洋量不足 发动机功率下降 如果重型坦克 在这个地区进行工作 就会出现 这样和那样的事故 比如拉缸 或者其他的事故 但轻型坦克 它的蹲功率 应该比重型坦克 要高得多 这样它在这种地形上 克服各种 自然环境的能力 比重型坦克 要强得多 另外今后 我们的出境 包括今后的一些行动 大概它有 比较大的使用场合 比如现在我们批准 批准了 8000维和的 这种作战分队 今后在国外 要进行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兵营 那今后会不会 针对不同的地区 采取一种 强化部署形式 你现在轻型车辆 包括轻型坦克 有可能都是首选 我感觉今后 这三个方面 很有可能都是 重型坦克 包括重型坦克 没有办法承担的 这种坦克 研制起来很难 比如说做到 小而全小而强 这太难了 以前做厚一点 现在既要薄 还要跑得快 还要打得准 还要毁伤能力强 这几个方面 都是对军工人的 一个重要考验 好在珠海航展 以及在我们的 这种边境地区 所显示能力 证明我们可以把这种 小而全小而强 小而硬的装备 提供给军队使用 说明目前 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瓶颈 全已经全部攻克 今后这个轻重型坦克 如果在具体的实战当中 怎么样去搭配使用 今后这种轻型搭配 和重型搭配 肯定是一种 混合搭配的使用方式 一个在不同方向 有可能是独立使用 比如说 人家对手就是重型坦克 那对不起 我们重型坦克 可能承担主要的 这个能力 如果别人是轻型 我们可以分方向 用我们在这种 轻型坦克 形成对应关系 如果在复杂地形 有可能第一批次 首先发起攻击的 是轻型坦克 它可以克服各种 自然环境 给它带来的巨大阻力 然后这样控制战场之后 我们重型坦克跟进 这样能力 就可以达到极致 另外今后 还有个远界结合问题 比如远处 可以用轻型坦克的战略 和战役机能力 很强的这种优势 让加上它快速部署 我们重型坦克跟进 所以今后的快慢 翻方向 前后 大概都有这种配合关系 一旦有了这种轻重搭配 包括今后的 履带式和轮式的搭配 我们这种地面突击能力 就可以做到 全体系 田园体系的 全组织发展 确实我们关注完了 体力分禁的五年 成就展上的装备部分 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中国海军的装备 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 尤其大家看到 今年以来 像055舰 包括国产航母 这个消息一直不断 而且一直被网友高度关注 我们也通过短片 再来了解一下 中国海军 威猛霸气 近日 中国055型万吨驱逐舰 新画面曝光 引来强势围观 055驱逐舰 安装了多少垂直发射系统 据画面显示 055驱逐舰前部有64具垂直发射装置 后部已死为48具垂直发射装置 总数疑似达到112具 有分析称055驱逐舰代表了当今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最高水平 综合性能优异 搭载导弹种类较多 此外 中国国产航母也有新进展 网报照片显示 首艘国产航母疑似安装了海洪旗10禁防导弹和1130禁防炮 舰岛的顶板雷达旋转了90度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具备自主建造大中型航母能力的国家 而仅2016年一年 中国海军就有数十艘舰艇加入战斗序列 微微见证宛如钢铁巨流 走向深蓝任重道远 中国海军定将开启跨越发展的新航程 每次聊到中国海军的新媒体端的话题热度就非常的高 来看看 最后再掀起一个高潮关于中国海军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055的 055叫大驱太霸气了 有人说055大驱是中国海军首相深蓝的意大利舰 那请问专家它的战力到底有多强 中国现在个型驱逐舰大约有多少艘 它的性能优势在哪里 这大驱马上让人想到这个越野 网友们给的一个检举 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大驱 大驱逐舰 055大家都期盼了很久了 应该说055的服役会使得我们海军拥有一个可靠的海上的打击力量平台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驱逐舰实际上主要是以防空反潜这样的任务 实际上对舰攻击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比如说长春舰 实际上它的对舰攻击只有八枚导弹而已 那么055会一下子就增加到一百多枚 那么这一百多枚当然你不可能都是对舰攻击的 你要装防空 那么你要装其他的一些导弹 但是这里面我们假设有一半是对舰攻击的 那就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次骑射 那对对方恐怕不是一艘军舰 而是一个舰队能构成毁伤能力的 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055 它可能会改变中国海军的作战样式 这一点是我们当然非常兴奋 但是要谈到说中国的驱逐舰的发展历史 就是我们先先后后四十几艘舰在意服役过 那么现在还有29条舰是在我们现役海军的驱逐舰 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因为你从052B052C算起来 就是052C现在有六条 那么052B只有两条 052也只有两条 加上我们从俄罗斯引进的这个现代 也其实只不过是四条 真正让中国海军说扬眉吐气的是052C 那么这六条舰 不052D现役的六条和再舰的七条 那么等到055我们说要再舰四条 甚至更多的话 可能对中国海军的这种水面作战能力会有大的提升 人民海军的驱逐舰的发展历史 其实跟人民海军的历史是一样的 都是从一步一步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小门小户小打小闹 但现在应该说我们仰手跨步成为 世界中型水面舰艇的一个主要的建造家族 我们的下水速度 我们的技术水平 都是已经能够拿得出来 跟其他国家的先进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能够至少说不能说并驾齐驱 但是我们已经相去不远了 所以不仅仅是055的下水 或者055的每一步动向引人关注 其实每一艘052D的下水 同样也是重大的消息 也是被网友们高度关注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还是中国首艘航母的消息 刚才新闻中其实已经提到了 这位网友他也关注到了 我们新闻中提到的就是 有消息说是网报的照片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 疑似安装了海红旗10禁防导弹 和1130禁防炮 那舰岛的顶板的雷达还旋转了90度 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是真的吗 他问 他说带领五大区 这看来是网友通用说法 加入战斗序列 中国航母编队的实力 会有怎样的提升呢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曹老师 请您到大屏幕前来吧 说到国产航母呢 大家也关注度很高 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视频 对 辽宁舰是我们的首艘航母 那么大家实际上关注的 第二艘航空母舰了 就是在底力奋进的五年呢 展览馆里边已经拿出了 它的模型 这是第一次展出 而且呢 装备发展部的同志介绍说呢 这款模型也就是未来交给人民海军什么样 这个模型就是什么样 所以刚才问题提的是 已经装了顶板雷达 还装了进程的防空导弹和速射炮 这个在模型上已经全部展出来了 在它的舰尾部分啊 包括这个舰的两旋 那么我们讲 它现在呢 就是第二艘航空母舰呢 正在建造 而且呢 大家看到就是模型 和现在大连造船厂的这个真实的航母 已经相差无几了 已经进入到细博试验 这样一个阶段了 所以很快就是进行海事之后呢 如果正常就可以交给人民海军了 我们现在讲呢 就是辽宁舰 是我们现在的试验舰和这个训练舰 那么实际上呢 它加上其他的这些周边的鼠舰 我们看到了 有的标是055 实际上是万吨导弹驱逐舰 大型导弹驱逐舰 你看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901型的综合补给舰 也就是呼伦胡号的这样的 4万吨级的补给舰 那么给航母编队补给起来 它的这个能力就显得非常强了 054A型导弹驱逐舰呢 它是具有反潜能力的 也有这种垂直发射系统 是非常好的这种导弹 这个护卫舰 那我们再看 093型的攻击型核潜艇 它可以进行水下的这种反潜 还可以对路进行打击 我们讲 这个空中呢 还要有编队 空中的编队呢 主要我们现在的是 歼15型的舰载机 还有呢 现在标了歼20 那么将来我们有了 这种弹射起飞的 这种航空母舰以后 因为第二艘航空母舰 就是一个成前起后 那么将来我们有歼20 如果能上舰 包括直8是重型的这种直升机 比如说担任这种警戒呀 运输的任务啊 所以我们的航母编队呢 就会更强 刚才叶老师也介绍了055的性能 因为055的这个发射单元 不但增加了 而且呢 它现在可能要比其他的舰艇 增加对路的打击能力 也就是巡航导弹 我们不但有防空 还有反舰 还有对路打击的能力 那么我们的航母编队 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 就可以有多项的选择 我们整个的航母编队 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 就会更强大 所以我们的网友也关注到了 包括这海洪旗啊 包括这个1130的这个近防炮啊 它那个舰岛上的这个雷达 转了90度 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它说的这个顶板雷达呢 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高达 在这个 最上方的一个 最上方的雷达 那么它主要是对空搜索 它转说明它已经安装好 因为这属于西装的部分 那么转就说明是纪博试验 就是说它要在 就是没有离开码头的情况下 进行把它所有的设备都通电 这雷达能用了 然后进行试一下 先试一下看行不行 然后就可以出海了 所以说明它离这个海市 就是出海试验的阶段 越来越近了 好的 非常感谢曹老师 请您回坐 显然的 大家现在把这个055舰呢 都已经加入到 这个航母舰队的序列当中了 当然我们知道 这未来是必然的 我们的这个大区 用网友的话叫大区 肯定要加入这个航母编队的 最后还有时间 我们再给网友留一些时间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很紧张 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关于055大区的 我们也跟着网友一起这么叫了 这个芒果够够够问 那个垂发系统 122个单元数量 意味着什么 那还有文章说 055还将使用双波段雷达 是不是很厉害呢 第三个问题 正在成双建造当中 这个消息准确吗 又是一连三文 那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055这个能力呢 很多都进行了介绍 我感觉就六个字 第一叫两双眼 第二叫百发弹 你看双波段雷达 因为今后远近有两种搜索方式 很多人猜嘛 有可能远程X波段 那近程是这个X波段 如果X波段在远程 把目标分别截获 那么近距离就可以对它 精准的识别 这样两双眼就可以对大范围内 不同的目标进行精确的跟踪 这点之前都没有 第二它百发弹 你像一把 有时候猜说112个 有时候说122个 有时候128个 我说都不准 因为你去数一数 大概是112个发射管 但是今后绝不是112枚导弹 因为一个像红16 一个坑那个4个弹 这样它的打击能力 可比那个要多得多 意味着今后我们防空 反潜 包括对陆攻击 以及防空反倒 都会成为一个新的样态 它最大的能力 我想今后有可能会承担 中国在海上中断 拦截这个能力 比如现在我们导弹的数量 包括尺寸要大得多 那么海基中断 对对方导弹拦截 这也是国家盾牌 如果有了这种能力 我们今后在海基和路上 就有了双重盾牌 对目标进行各种拦截 所以我们在远海远空地区 长城不仅在海上 而且在天上 对对方的各种战略打击 因为有战略防御能力 这就会提高 我们的综合能力 有重大进步发展 所以05可不能光说是 带刀的侍卫长 他还能够在远海地区 为国家的空天安全 做出重大贡献 这点至关重要 网报的照片说 我们的055大区 显然是成双建造当中 可能吗 准确吗 如果建一艘 我想第二艘 第三艘的跟进速度 应该是非常快 应该今年628号 我们看到第一艘下水 马上看到正在扑舍龙骨 如果按照之前成熟的 这种图纸进行建造 我们现在南北 很多很多厂子 我想成双建造 大概不是一个大目标 只是一个小目标 如果按照现在的建造速度 很有可能四艘八艘 按照目前推进 通过目前这种快速建造 有可能会马上形成能力 如果只有一到两艘 加入作战序列 这好像不符合我们需要 航母那么多 这种带刀的社会长 越多越好 没错 必须得跟上我们航母 建造的这个节奏 越多越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回答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到这儿了 我们也感谢大家收看 中国舆论场的直播 本节目是由OPPO 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 特约播出 虽然我们的这个节目 接近尾声 但是新媒体端的这个节目 我们新媒体端 其实是24小时不间断 稍后杜文龙老师将会 在我们CTV的直播点上 继续与您聊相关的热点话题 欢迎继续收看 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的公众号还会一直互动 谢谢大家 下周日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